安革民總統閣下抗力 各位訪談貴賓 陳副總統 臺法師大使 使節團團長達比亞大使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還記得在今年 9 月 安革民總統閣下來訪 我們在官邸共進晚餐 總統閣下對臺灣的料理非常感興趣 那個時候 聽我介紹臺灣小吃臭豆腐的時候 安革民總統也說 希望未來訪問臺灣可以常常看看 很高興不到三個月 我們就可以在今天的國宴上 招待安革民總統這道特色小吃 我們臺灣的美食 文明師姐 還有許多美味的料理 也希望跟我們諾鱸的好朋友分享 但是我也要說 我們今天吃的臭豆腐 為了要符合總統府的特殊要求 所以今天的臭豆腐 我剛才告訴安革民總統 這是一個很溫和版的臭豆腐 但是我知道 安革民總統有計畫要到臺灣的夜市去 那你就可以吃到臺灣真正版的臭豆腐 安革民總統閣下曾經擔任過教會牧師 我們也很高興能夠在諾鱸人民眾世的聖誕節的月份 一起來相聚交流 我們期待 未來兩國在各領域都能夠持續分享經驗 為雙方的合作發展 共同努力 最後 我要邀請在座的各位貴賓舉杯 祝福安革民總統閣下 鄭公康泰 布魯伯英昌隆 兩國方已永固